这个男生成天用金汤池与富家少爷互换了人生 但他一直惦记着家人的安危 购置了房产 想让原本的家人过上好日子 但这天却传来噩耗 意想不到的事情也发生了 成天听说爸爸在拆迁现场受了重伤 立刻赶来医院看望 看着对方昏迷不醒 成天一时情绪激动喊了一声爸爸 谁知这句话被病床后的太勇父亲听见 他也是来看望成天爸的 因为拆迁现场与太勇爸的事业有关 气氛正尴尬似的 还好太勇和朱欣也匆忙感到 怕在爸爸的病床边焦急不已 事后成天对父亲解释 自己只是意识情急 才脱口而出喊了对方爸爸 并且他还要留在医院继续照顾 因为急诊室外已经等了许多媒体记者 自己留下有利于帮集团和父亲建立良好形象 成天的理由深得父亲的满意 他放心地离开 途中还觉得自己的儿子越发成熟懂事 爸爸的情况不容乐观 不一会儿就开始吐血 被推入手术室 看着妈妈和姐姐在手术室前哭成一团 成天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愧疚 他哭着冲出了医院 这一定是上天对自己抛弃家庭的惩罚 如今他再也不要什么荣华富贵 只求爸爸能活下去 神婆蹲坐在路边等待着日落的时刻 今天是第一次还原人生的机会 成天一定要赶在日落前找到自己 否则下一次就要等到一年之后 成天回到家拿走金汤池 刚要出门寻找神婆时 后妈的弟弟却突然出现在门边 找茬似的拦住她 还抢过成天的金汤池把玩 一副闲来无视 欺负人找乐子的口气 然而此刻的成天绝不是好惹的 她为了夺回金汤池 不惜和弟弟扭打起来 口气强硬 丝毫不把对方放在眼里 最终带着金汤池来到了神婆的地摊 虽然已经迟到 但神婆听完成天想要换回身份的诉求 还是把金汤池施了魔法 让她拿着回到原本的家中吃一顿饭 不过一晚时分姐姐有事回家了一趟 刚进门就看见成天正端着自家的小锅 用金汤池大口吃饭 几口下肚之后 姐姐突然喊了成天的名字 成天激动异常 立刻紧紧拥抱了姐姐 她知道自己终于把身份换了回来 另一边正在杂货摊帮妈妈买袜子的太勇 突然脑中一阵冲击 等回过神后 她已经完全忘记自己为何要站在这里 太勇又重新回到了豪宅 只是在成天家的习惯还未马上赶过来 隔天刚醒来 她就询问秘书妈妈在哪里 自己早上想吃家常菜 辣白菜汤 秘书有些诧异 但还是告诉太勇 夫人很早就去世了 这句话让太勇心生悲喜 她明明记得不久前 自己的手还被妈妈牵着 身临其境地体会过母爱的感觉 重新坐上冰冷的餐桌 父亲问起了太勇私自购置的公寓 并且猜到她是为了成天一家而买 但她并不喜欢儿子充当慈善家 已经将公寓处理了 后妈和弟弟也在附和 声称有些穷人就像寄生虫 趴在富人腿上吸血 太勇此举莫非是被成天威胁 这居然激起 太勇脑中不知名的敏感神经 她激动起来 直言成天一家并不是这样的人 贫穷并不是罪过 文言父亲大喝一声 太勇立马闭上嘴 父亲严肃地告诉她 贫穷确实不是罪 而是世代相传的疾病 饭后 弟弟等在太勇离开的路上 再次对她进行欺负 索性秘书及时赶到 特种兵出身的她 立刻将太勇救下 此时太勇摸了摸口袋里 拿出了给妈妈买的袜子 她的脑子一派混乱 不知道自己为何会买公寓 为何又会买袜子 成天回到原本的生活之后 爸爸也苏醒了过来 朱姓一直陪在她的身边 生活看起来依然美好如初 可是金钱危机却再次爆发 爸爸的受伤源于高空坠落 掉在了某个包公头的车上 将车顶砸坏 对方得知爸爸醒来后 竟带着马仔们来到病房索要赔偿 让成天一家赔偿一亿韩元的 天价维修费 这让一家人再次陷入危机 姐姐想过去酒吧从事擦边工作 成天来到太勇父亲的公司 想以自己的人生为担保 和他借款一亿韩元 却被父亲狠狠羞辱 直言他用身上的标签 只有贫穷 没有人会为贫穷投资 失落离开时 成天在半路偶遇了如真 如真已经知晓 两人换了回来 得知成天面临困境 他拿来了一亿元支票 交给成天 想要帮他渡过难关 成天十分激动 对如真感激不已 然而不远处 朱姓却躲在角落 黯然神伤 原来他也在努力帮助成天 卖掉自己所有名牌背包 得到了一亿元 却被如真抢先了一搏 如真留意到角落的朱姓 却故意拥抱了成天 直言不用谢 因为两人是朋友 然而这一亿元的代价 却并不容易 在如真的要求下 爸爸一出院 成天一家就借住在如真家 平日里像仆人般 被如真父亲使唤做事 成天更是成了如真的专属庸人 聚餐结束 让成天来接自己回家 如真故意当着朱姓和岁武人的面 挽着成天的胳膊 朱姓也知道 成天对如真如此温顺 只是为了报恩 但心中依然很失落 自从成天赴债一亿含园之后 就整日忙着打工 鲜少与自己见面 此时 他用找准机会 来到朱姓身边献殷勤 直言让他望到成天 看着自己就够了 毕竟两人年底 就要举行订婚宴 希望这是一场双眼联姻 加上情投意合的完美姻缘 成天和如真刚回到家 就看见 你跟父亲在训斥爸爸 使唤自己的母亲 成天面露不悦 如真也察觉到气氛不对 立刻拉着爸爸离开 如真爸爸不解 当初是如真承诺 只要输留成天一家 就能让如真顺利嫁给太勇 但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 如真没有解释 只是大声地警告爸爸 若想高攀上太勇 就对成天好一点 经过一次交换人生后 太勇的恐慌症有所好转 经过心理医生的诊断 他已经可以自处平息发病 用深呼吸慢慢平复情绪 为此不再给他开药 太勇之所以能做到这样 正是因为交换人生时 某天夜晚在天桥上发病 是爸爸紧紧抱着他 柔声告诉太勇 闭上眼睛 想象身在静谧的大海中 就会平静下来 太勇依然清楚地记着这段话 却怎么也想不起 究竟出自谁的嘴里 这天后妈新发布了 钢琴曲专辑 朱熹和如真纷纷上门道贺 如真照例带着成天来 让他抱着礼品和花篮 后妈见到成天有些不愿 成天立刻放下东西离开 却在大门口遇见了散步的太勇 品查时后妈依然在阴阳怪气 直言见到如真很开心 只是她带了个不好的朋友 如真连忙否认 她不是朋友 只是自己的搬运工 听到这句话 朱熹有些生气 趁着后妈离开时提醒如真 不要这样在背后议论成天 在朱熹的印象中 如真是个很善良的女孩 她过去对那拉一家也十分友善 听见朱熹提到了那拉一家 如真内心的自卑感被激起 为了展示自己无法和穷人共情 她开始嘲讽成天 直言自己借给他一亿元 让他做什么都心甘情愿 因为成天就是这样一个 可以为了钱抛下自尊心的人 听到如真所言 成天并没有生气 而是干脆地走上前坦白 她承认自己确实被钱所困 不得已寄人临下当牛做马 但就算生活不堪 成天也不愿将这些事告诉朱熹 因为自己喜欢朱熹 不想对方看见自己狼狈的一面 这句突如其来的告白 让朱熹湿了眼眶 她紧追着成天而去 泰勇对如真廉价的妒忌心 十分无奈 指出若是她今日的举动 撮合了成天和朱熹 自己绝不会原谅她 泰勇而担忧最终还是成真 听到成天的表白之后 朱熹也紧紧拥抱着她 说出自己的告白 从一开始 朱熹就喜欢着成天 远处的如真 看见相拥的两人 气得捏紧了拳头 为了不让朱熹和成天好过 如真再次施展手段 她找到成天 询问她是否决定 再也不使用金汤池 进行交换 成天终于确定了 如真就是那拉 也是给自己发短信的人 如真一口承认 只是她没想到 成天竟会选择回归原本的人生 成天也给出自己的答案 她不会再使用金汤池 她想跟家人和朱熹在一起 文言如真拿出了一把金汤池 爽快地丢进池塘里 与此同时 太勇和朱熹都因为各自的目的 来到了如真家中 在她的房间里等待时 太勇无意间在一束干花中 摸出了一把金汤池 本集结束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 留言 关注米虫的看剧和包子频道 每天定时打卡米虫 一整天嘴角小弯弯哟 拜拜